视频中发声 因为我平时很喜欢读书 所以这次做了一个读书报告的单元 这次我做的是1-2月份的读书报告 这些书现在不在我的手边 所以我以后只能把它们以图片的形式贴在我的左右两边了 实在抱歉 我想把我的喜欢的和想吐槽的都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我戴上了帽子和眼镜 是因为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两本书是悬疑推理类的 这样子可以让我看上去更像一名侦探 那我要介绍的第一本书呢 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因为去年的时候东方快车磨砂案被重新翻拍 然后内地也引进了这部电影 我看了这部电影 我感觉它推理的部分很弱 它过程有点走马观花 没有那种悬念丝丝入扣 最后揭晓谜底的时候 让人觉得恍然大悟的感觉 总体来说没有读《沙婆》的小说来得爽 但是男主角兼导演呢 之前演过很多莎士比亚的戏剧 所以他的台词和舞台掌控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他结尾的时候作为探长 有一段结案陈词 还是非常振聋发聩 慷慨陈词 很有感染力的 说回到这部小说 它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处女作 可是他的写作手法已经非常纯熟了 线索之间错综复杂 他讲的是斯泰尔斯庄园的女主人 被发现毒发身亡在自己的卧室里 而所有通向卧室的门都被从里面锁住了 多了我就不剧透了 如果你是一个对家族遗产争夺 还有密室杀人案 以及很喜欢那种BBC复古英伦腔调的感觉的话 我推荐你来看这部古典的推理小说 斯泰尔斯庄严奇爱 我要介绍的第二本书呢 叫做别相信任何人 它是一本英国现代的悬疑小说 女主人公因为一场变故而导致失忆 她的记忆只能维持一天 就有点像是初恋五十次里的女主角 她每天早上醒来都要重新认知一遍自己的身份 她的心理医生给了她一个建议 就是让她每天记日记 然后每天早上会打电话给她 告诉她日记放在哪里 然后她就开始读她的日记 帮助她恢复记忆 认识自己 那么这本书的开头就是 这天早上女主角醒来 通过心理医生的提示 然后找到了自己的日记本 开始阅读一篇一篇的秘密日记 然后当她把日记读完的时候 开始了今天的故事 然后这一天里发生了一个反转 然后最后迎来了结局 所以它是一本日记题的小说 但实际上它的时间跨度呢 又只在一天之内 所以是一本结构很特别的小说 这本日记打开的第一页呢 有一行小字写着别相信本 而本呢就是女主人公的丈夫 再加上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别相信任何人 你就会和女主角一样 不敢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 比如说她的心理医生 还有她的丈夫 还有后面会出现的她失联的闺蜜 会怀疑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藏着阴谋在欺骗她 而她仅有的线索就是手中的这本日记 她要靠这本日记去甄别到底谁在说谎 这本小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up主推荐的 她说这本书呢有一个大反转 而且仅仅有两行字就反转了 听起来就特别牛 然后我就满回期待 熬夜的去看这本书 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读 每一篇秘密日记 去和女主角一样 去找里面的蛛丝马迹 然后当我看完了秘密日记 看到了这本书的结局 看到了这本书的反转 看到了通通一切之后 我觉得它的结局 它的反转 它的秘密日记 都是shit 大shit 具体内容我就不剧透了 如果你是一个有很多时间 而且无论看什么书 你都不会被结局所影响 不会觉得很恼怒 很愤怒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它也被改编成了电影 男主角是我的男神 克林费斯 女主角是妮可吉德曼 这部电影呢 同样是个大shit 我要推荐的第三本书是 吉米哈里的万物声光辉 这是他万物系列的最后一本书了 吉米哈里是英国的一名乡间兽医 所以这一系列算得上是 他在乡间行医多年的一个故事集锦了 看这本书的时候 会感觉自己就是吉米的助手 陪他一起治愈一个又一个 可爱的农场动物 感受着乡间美丽的风光 体会着淋漓间 淳朴的温暖 很有一种那种 三十三餐 向往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看完了会觉得特别治愈 然后觉得生活好美好啊 这书里面的插图呢 都是一些毛绒的小动物 特别萌 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活 热爱自然 热爱动物的人 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 不要错过他这个万物系列 之前的书呢 都是一本推荐一本吐槽 刚才我推荐了万物声光辉 下面我要吐槽这本书了 我最喜欢吐槽了 它的封面特别的美 在夕阳的余晖下海边一个少女独舞 特别的诗意 美美动人 然后它在腰封上写着 令整个欧洲都山人泪下的生死悲欢 我一下子就会联想到那种 几代人的跨世纪的那种 跨国的爱恨纠缠 家族兴衰 就像是百年孤独啊 金鸡鸟 然后岛的这个名字本身呢 指的是一座麻风病隔离岛 所以我一下子就恼火出了那种 生死相隔的 很凄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呢 讲的是第一人称的 我的母亲呢 一直回避于提及自己的身世 然后我有机会 来到了母亲的故乡 去探寻 揭开这一段成年的往事 听起来就特别的具有诱惑力 觉得是包装出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畅销书的外壳 这本书呢大概有这么厚吧 看了这本厚厚的书之后 你会觉得 我就不熟悉的 寡淡如水 没有一点点惊心动魄的感觉 根本没有什么家族兴衰 什么爱恨纠葛 通通都没有 如果呢 我是这本书中的我 我一定会对我的老妈说 老妈就这么点破事 有必要买我这么多年吗 根本就不是事儿嘛 看完了之后我也会在想 是不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 我觉得它寡淡如水 实际上人家是暗藏汹涌 那我想就像那个腰风鞋的一样 它让整个欧洲都晒染了一下 然后让其他大洲都无动于衷 所以说 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时间 然后呢 其实这本书虽然很厚 但是呢 因为没什么营养 所以看起来还是很快的 你有时间 然后呢 又不信邪 觉得你说它寡淡如水 我偏要看看怎么回事儿 那么我推荐你看一下这本书 我放在最后要推荐的这本书呢 就是我一至二月份最喜欢的书了 它就是三毛的梦里花落之多少 我看三毛的顺序呢 是撒哈拉的故事 温柔的夜 然后就是这本了 看过三毛的书呢 就会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帅性的女孩 比起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可酷多了 人家直接定居在了广袤的撒哈拉大沙漠上 什么都没有 就白手起家 因为三毛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 就是当一个收破烂的 因为这样可以呼吸到最自由的空气 然后收集各种稀奇鬼怪的小玩意儿 所以她就在沙漠上东减减西减减 然后拼凑出了一个特别有波西米亚风格的 很温馨的小家 三毛也是一个特别有孩子气的女孩 她迷上了包饺子 就包各种馅的饺子 然后宴请四方 还把自己曾经的老板请来 然后把阳台上都布满了鲜花 把旧的门板改成了桌子 在桌子上放一颗一颗各种馅的小饺子 然后给她老板吃 就是告诉她老板 三毛辞职了 是因为她要去当饺子大王 三毛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她的大意就是 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要是感觉这一天都活得真是值了的话 那你这辈子都不会有遗憾 我觉得光是复述这句话 就会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 特别满足 这得是多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才能说得出这样的话 看过三毛的书之后 就会觉得自己是三毛和何希的朋友 陪他们一起疯一起闹 然后读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三毛的丈夫何希 她是从事船体打捞工作的 在一次水下作业的时候 她不幸身亡了 这本书呢 就是在遭遇了这次变故之后 三毛创作的 所以这本书比之前三毛所有的书 都要沉重非常多倍 是一本不忍心再翻看第二遍的书 三毛追忆何希的过程呢 有点像是梦艺一样 她把想象还有事物都交结在了一起 有一种无梦似幻的感觉 是很深刻的一部作品 读到了后半部分的闹学记 一直到结尾的重整家园 因为三毛重新结识了一帮新朋友 又在台北重新搭建了一个小家 她的生活开始渐渐好转起来了 感觉像是振作了一点 那个热闹的调皮的三毛 又好像回来了 因为很喜欢三毛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 三毛这个有趣的灵魂 把这本梦里花乐之多少推荐给大家